小時候都是聽音樂和劇場 就是畫劇 學演技術 跳舞 什麼都學 但真的拍攝是讀了演藝學院才開始 MFA就多一點接觸 可能大了一點 可能對歷史 比較理論的有興趣 看多一點整個發展 如何看早期的電影 了解影像媒體 科技的關係 畢業時我特意不做單一頻道的創作 我做了豪聰的交流 想什麼都試試 但試完都覺得我喜歡傳統一點 我都是想覺得我喜歡一群人 或者都是想很多東西未學好 可能講一個容易被人了解的故事 繼續拍傳統模式的電影 但中間我很開放 可能有時候想試試跳舞 什麼都喜歡 但現在都會花多時間在一種劇本上的創作 其實電影都是再創現實 無論什麼戲劇 都是再構造一個世界 一個所謂現實 大家可以溝通到的空間 當然有些可能叫超現實 或者不同的空間 所以我覺得不同的手法 都是要再現一個現實出來 再現一個現實 只不過你怎樣去看現實 或者什麼空間的現實 我覺得要看回那個作品 可能當時的情緒 或者我要做那個實驗 但我都偏向情感 何上變尊 都是歷史點的東西 想呈現傳統習俗的儀式 整體上我都展示了 這個是想做的 因為確實是十年、一百年後 看到別人知道那時候的儀式 是有功能性的 我覺得是重要的 而媽媽或者家人的情感 都是重要的 譬如拍河的高速度 那些超拜的光影 其實都是構造的那種 鄉土情、淮鄉 都挺情緒的東西 都會覺得是重要的 尤其在河上面穿 是雜、混合的 你說好像 橫雨城下就跳一點 真是一個很流行 我個人出發寫詩多一點 即是捉了一些人 又遇到一些人去拼湊 那時候因為沒有包袱 就是喜歡怎樣都可以 找了一些方法 我想怎樣玩旅程 或者我中間日記 都是少許日記 書畫 說回大家創作 或者空間的思考 很簡短的樂章 譬如《河長風光》的短片 都是一種概念 又是一個集體回憶 但沒有一個不合適的 因為家庭和家庭沒有關係 混合 因為用村子來做一個單位 那裡是真是很私意的 那就是純私意 我剛才回應冷雨城下 因為我才看到蔡邊村 她又有工作感 我就想她氣中氣 或者她就好像一個跳舞 一個對碰 河長邊村 就覺得本身在自己社區 但又不想說真的出很多 怎樣已經說這麼多集 說這麼多家人 但好像又跟Mary談 或者自己在想 不加又是否又好像又差一點 因為這條村本身 你的存在 因為我是一個村民 加一個拍攝師 那樣東西才是重要 衍生為何我要看 或者我要拍這件事 所以有一些又好像好一點 所以都是一個 有些又不會影響 大家去看那班人的故事 是去做了這個平衡 改變是最重要的 不過每次集會 都有想像玩甚麼 例如Dance Vido 這次是Dance Form 那些都是用形式出發的 之後可能走不出一些 很疼愛的外慾關係 但在動作方面會比較多看 例如在一個河流 每次我有創作的規條 我會用那次去做一個單位去嘗試 如果在長片時 我可以把不同的東西放到長片時 可能有些時候是很劇場的一部份 可以是很劇場的一部份 當作長片暫時是集結平台 一些不同的短片可以融為一體 等如電影在現生命 做任何不同的經歷都可以擺放在創作 其實我喜歡大自然 我選擇跳舞是做一個集作 因為我喜歡跳舞的東西 很漂亮 可以拉回從河上變穿 轉變到舞蹈 我覺得中間的脈絡就是自然 自然 從一個階段到一個階段 意識到穿落的事命或記載 突然有一年 覺得原來大自然也是一個主題 到現在一生的就是所謂慾望 女人經常很關心 過去十年的創作 都是比較記錄自己不同階段的情緒 就算她不是一個紀錄片 她其實也是在記錄我 譬如《戀人路上》 全部不同的藝術情報 都是反照我當時的關注 女性的角色經常都有關注 例如《劉媽媽》 《河上變穿》都是說這個女人的故事 詞 Beyring的搭 告訴我 選擇 Você 揺協助 這張 認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